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我发现好多人都不喜欢吃胡萝卜 特别是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们的炒法不对 你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来试一下 绝对小朋友 非常喜欢吃胡萝卜 先准备3根胡萝卜 用削皮刀 削去外皮 胡萝卜比较硬一点 像我们刀的话一定要给它磨快一点 如果不快的话 也可以像我这样找个小碗 像我这样给它擦底下 这样切起来 非常的利索 然后给它改刀 切成斜刀断 再切成菱形片 如果刀工好的话 大家也可以切成胡萝卜丝 切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 给它装入盘子里面 炒这个胡萝卜片 一定要配点蒜苗 做这道菜 一定要切点肥肉 炒出来才会更香 然后将它切成薄片 加点肥肉 在里面把油给它煉一下 煉成油渣 这样吃着 这样吃着才叫香 切好 放小碗中备用 孩子们爱吃瘦肉 我们也来切一点 切成薄片 将它也切成薄片 瘦的呢 我们来加点盐和生抽 给它腌制一下 锅里面 只需要放一点点的油 再把肥肉 给它放下来煸香 锅里面少量的 给它放一点油 这样的话可以使肥肉 出油出的比较快 这个时候 一定要开小火 慢慢的给它煸 千万不要开大火 一定要有耐心的 给它煸炒个一两分钟 煸成像这样 微微发黄 然后我们再把瘦肉片 给它倒进来 再加点蒜片 给它随意的翻炒几下 炒至瘦肉断生 像这样炒至七八分熟 然后我们将它盛出来 接下来锅中不需要加油 把胡萝卜片倒进来 给它不停的翻炒 胡萝卜片想要炒的好吃 我们一定要用昆油 而且油要多一点 像胡萝卜 我们平时炒肉炒鸡蛋 都非常的好吃 小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 像这样给它翻炒个十多二十秒 炒出胡萝卜油 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盐 这样能快速的将胡萝卜炒软 大概炒半三十秒 像这样胡萝卜片就开始炒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肉给它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继续翻炒均匀 做这道菜不需要过多的调料 翻炒均匀后 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生抽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入味 接下来 再往里面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给它煮开 把里面的汤汁给它收一下 让这个肉和胡萝卜片 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 像这样收根汤汁以后 我们再下入蒜苗 将蒜苗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好吃又下饭的胡萝卜片炒肉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非常的美味 做这道菜 重点是不需要加味精和鸡精 就吃胡萝卜的本味 胡萝卜吃起来微微带有一点甜 特别的爽口 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色香味俱全 以后胡萝卜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好吃又下饭 孩子们也非常的喜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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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